看我怎么惩治无赖邻居 一天下午 我正窝在沙发上刷小视频 听见门光荡一声 我赶紧出去查看 没想到是一个空的一拉罐 谁这么没有公德心 我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也没看到谁扔的 无奈只好捡了起来 后来没想到 我门前的垃圾竟然越来越多 有时候出去一下 回来就能看到满满一地 大多都是一些空瓶 果皮之类的 因为早期我在门上面 安装个摄像头 我就查录像 结果是楼上的邻居 楼上四五十岁 离婚不离家的夫妻 一只老太太 两条上小学的双胞胎女孩 一条上大学的男孩 我就拿录像去找他们 敲门没动静 再敲一下还是没动静 估计是坐贼心躯 我准备使劲敲的时候 门开了 出来的是一个男的和一个老太太 一脸怒气的说 敲什么敲 着急投胎啊 我瞬间无语了 我就没好气的说 你家往我家门口扔垃圾 这怎么说 结果楼上邻居说我诬陷他 我就把录像给他看 结果老太太直接在地上撒起了泊 男邻居更是无赖的说 说不定有人冒充的 反正不是我干的 我看着情形 他们是不会承认了 就先回去了 第二天 可能我惹到他了 就开始扰民了 平时他家五口人 就闹腾也没什么 结果扰民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楼下投诉 我扰民后发现是他家闹腾 我对门投诉楼上扰民后 发现还是他家闹腾 他家楼上的住户 给炒得高血压住院了 我也找过物业 楼上都敷衍的说 一定注意 一定注意 然而每次都变本加厉 在群里嚣张的说 你不是说扰民吗 我们一家晚上 专门去卧室蹦迪 可信死你 最后我受不了报警了 仍然无济于事 然后再去找楼上的说 人家就不一句 扰民你报警就行 然后我家群的那个 手机后隔几天 就接到某地的骚扰电话 说找一个叫包傻子的男人 我本来没觉得怎样 后来发现某地就是楼上 那只儿子上诈学的地方 我直接报警 然后没有骚扰电话了 然后我的每天上班一开门 就能听见楼上就在门口 开始阴阳怪气的骂 无奈 我最后我搬走了 房子交给房屋中介了 然后租户是个厉害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解决方案 他低下转租给一个老板 屋里租了四五个夜总会 看厂子的纹身大汉 然后扰民问题 奇迹般解决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估计把楼上的收拾的服服帖帖 楼上男的还客客气气的微信找我说 我以前错了什么之类的 希望我把租户弄走 我说有事你报警就行 这种邻居就是气软怕硬的主 还好已经解决了 大家好 我是小包 而我的愿望就是粉丝三连报复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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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 咱俩 甩 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